當地就泡桃,記住一二也好 你有沒有聽說,我們那個鎮統所那個垃圾圓埋場已經滿了,要封場 聽說最近要開第一個新的圓埋場,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聽說,當地的居民對抗爭很激烈 抗爭,好像台灣只要是知道,你要用垃圾圓埋場,都會有抗爭的事情發生 不過這個問題一切很嚴重 我們教會在2000年特別喊出一個口號,叫做和好2000 人整個跟自己和好,跟天主和好,跟整個大自然的和好 因為教會來講,跟自己和好,跟天主的話,好像我們很容易去做到 怎麼去做 可是跟大自然的和好,真的不曉得要從哪裡開始去著手 蠻困難的 我們教會裡面好像有一位叫江樂意弟兄的,對廢物利用很有概念喔 江樂意弟兄,好像我看過幾天他寫的有關環保文章 對,對,對,好像在那個教會上的時候他裡面有很多文章 是嗎? 倒是要去拜訪來認識 這個人很有趣 江樂意,好熟悉的名字喔 後來小迷女中的朱修明有一篇文章 告訴我她是一個行動派的教員 聽說她還在府人大學 也講授服務課程的通識教育 身為她的欠本面貌信仰見證的外景採訪主持人 基於我專業的敏感度 是我對她的信仰歷程中產生的好奇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經驗 讓她變成了現在的廢物利用先生 好不容易聯絡上江樂意弟兄 他告訴我他人現在在南投仁愛鄉的取兵部落 雖然我有點納悶 免化環境基金會的執行長跟取兵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也好久沒有到山上走走了 去拜訪他也算是一舉數的 請拜訪你來參加我們的戶外迷撒 我是張在棋 我是張在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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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們為朋友 因为我从我的父母听来的一切 我告 看着蓝天白云 看着天主所创造的美好大自然 看着我们这群领受天主大爱的美好受造物 都正沐浴在这温暖感人的神人交流当中 我似乎对江弟兄身为美化环境基金会执行长的他 出现在这里找到了一点警察